娱乐中心正于荣报导李一峰深陷丑闻引爆于 被中国官媒公开指责 图翻设字李一峰微博中 男星李一峰被卷进嫖娼丑闻 他本人于时日发长 澄清 其工作室也发布声明强调网路上有关李峰先生 个人生活的言论均严重不实 试图灭火 料声明和长文一夜消失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于 11日晚间证实演员李某某对多次嫖娼的违法事 共认不讳 已被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中国官媒随 公开指责李一峰犯错之后不知悔改 要比单纯 错更不可原谅 央视公开指明 图翻设字微博中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11日晚间指出 近期 北京警方 侦破一起违法犯罪案件中 将演员李某某男 35岁或该人对多次嫖娼的违法事实 共认不讳 其已 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中国新闻网发文严厉指责 新网评李一峰嫖娼被警方通报 一词登上微博 搜 图翻设字微博随后 央视新闻公开点名李一 中国新闻网微博账号也发文批评 内文表示 随 相关消息曝光 李一峰和团队之前的批谣显得 比可笑 在违法行为发生之后 李一峰非但没有 真反思自己的过错 反而希望大事化小 小事化 通过种种行为抹去违法痕迹 犯错之后不知悔 要比单纯犯错更不可原谅 感谢观看